底下一个问题是家母平常学佛精进 但如因浓芒而无暇顾及做早晚阔 念佛时即会梦中遇到有人掐她脖子 要求母亲跟她一起走 请问这是护发神慈悲失心 还是冤亲债主来找麻烦 或是另有原因因如何化解 大概不是护发神 护发神你不用功他就走了 他不会家你脖子 这个多半都是冤亲债主 这个冤亲债主是善意还是恶意呢 很难讲 你要自己细心观察 去揣摩 或者他用这个方法来警惕你 让你功课不至于间断 在很忙的时候 早晚或可以用神念法 在最忙的时候 那么这个忙的时期过去了 赶快就恢复 不能够懈怠 不能够偷懒 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这样做法的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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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